日前中央设置儿童大型疫苗接种站 沦为台北市长柯文哲口中的白痴政策 现在又在天一笔 指挥中心宣布从6月15日起 入境检疫天数从7加7改为3加4 柯文哲认为执行上有困难 这个3加4是你的防疫旅馆要住满8天 住好住满 所以很多人想说这个政策实在太瞎了 上一次就说这很白痴的政策 现在又来了一个 你觉得又一个白痴政策是吗 不是啊这执行上很困难 你同一个旅馆有的是前三天不能外出 后四天可以外出 我如果是那个旅馆的门房你知道 哇我还 而且那个同一层有的可以外出 有的不能外出 天哪这怎么管理上很困难 至于年底台北市长选战 绿营除了陈时中之外 前交通部长林嘉隆也有意参选 甚至提出台北PLUS首都院警计划 要用四年百亿振兴首都的经济观光 对此柯文哲认为得先有计划才来编预算 反正就是要救伤圈的意思 市长你对这个证件 你觉得可不可行 这个我妈妈都跟我讲 要先有计划才编预算 不是先编预算再写计划 另外有议员问到 被视为接班人的副市长黄珊珊 如果不代表民众党参选 那谁可以当母鸡 柯文哲霸气表示自己可以当 随着年底选战逼近 黄珊珊的党籍问题 也成为议会总咨询的关注焦点 记者游祥婷台北才放不到